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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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要講靜帶物理的部分 靜帶物理裡面有很多的概念 是跟你們古典物理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個不同是 在上个星期在讲侠义乡对论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上完一小时两小时以后的话 就跑来告诉我说 老师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通通没办法理解爱因斯坦在想什么 他不是说听讲的东西听不懂 是不知道整个内涵是什么 就是有一点空空这样 那这个其实是在整个静怠物理里面 你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的话呢 不只是物理系的同学 那也是所有科学学的 只要你是理工科的 你都要面临静怠物理的挑战 那物理系的同学呢 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你在大学部的时候 你已经经过严格的考验了 在学校里面 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静怠物理的发展上面的话 你不会觉得他突兀了 因为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你会感觉哦我可以接受 这个第一次你一定不能接受 第二次你会感觉哦我有点熟悉感 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次你就可以接受 所以说在大二本来你们就应该会上到这里的东西的话呢 我现在会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然后让你们看知道说你们可能到大二的时候到大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这种现象 那在你们大二的时候在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看啊呢怎么会这样子 那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子 而且现在在告诉你们的事实 就是在讲的东西的话都有实验的根据 也就是说还没有没有理论根据没有实验根据 有理论没实验过有实验没理论都还不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实验跟理论已经都完备的东西 那如果有实验没有理论过理论没有实验我一定会告诉你们 这块是你们可以发展的 也就是说下一次下一阶段也许你就是主角 你可能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人 那所以他跟你的这个未来的研究的部分的话呢 他会越来越接近的部分 那相对论只是开启了一个物理的新思维的一个点而已 那也因为相对论这样子的开启了物理的新思维的部分的话呢 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非常多的科学家他开始在研究 就是说到底相对论里面讲的东西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物理里面没有看到 或者没有想过 或者他可能有问题的东西 当时Mustware Equation 那四个Equation从电到从电 电场的变化到产生磁场 磁场的变化产生到电场 也就是电跟磁的连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项 那一项就是位移电流的部分 那个位移电流的部分就是Mustware最大的贡献 OK 那个位移电流的部分如果没加进来的时候 整个Mustware Equation它其实不是完整的 也就是说电子波的理论它就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出来 换句话说 接着要去讨论的其实Einstein的相对论最基本的一个来源 它的Source就是Maximoli的实验 那个实验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严满的解释 那科学家就开始去想有哪些东西是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严满的解释的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黑体辐射 OK 黑体辐射是什么呢 黑体辐射其实很简单 黑体当然就是黑色的东西 但是黑体辐射 它基本上我们都知道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你穿黑衣服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热 它就是在吸光线 所以在高雄地区大太阳底下的话 你买一个黑色的车子跟买一个白色的车子 车子里面的温度绝对不一样 因为黑色的车子就是把所有的energy统统集中在里面 那你在太阳底下去晒一晒的时候 你进去里面 温度一定比一台白色的车子的温度还要来得高 那这个事情是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朋友 做我们家的车子 我的车子是银色的还不是白色的 他说奇怪 明明也是Toyota 我的Toyota为什么你的车子怎么不太热 我的车怎么会热 我就问说你的车子是什么颜色 他说黑色的 我说对 就是这么一简单 OK 基本上面 那它的基層是什么 为什么它是黑色的 为什么你的衣服看起来是黑色的 你们现在有那么多同学 为什么你的衣服看起来是黑色的 嗯 嗯 怎样 没有反射 对光线没有反射 对不对 所以呢 所有光线如果更是没反射的时候的话 就是全部通通通被吸收掉 所以我们把黑体这个东西的话更扩展 一个东西如果光照在上面没有反射的话 我们就叫它黑体 那反过来我们就制造一个东西 让所有的光照在上面的话都不会反射 那它就是黑体不一定要黑色 所以在物理上面的黑体它不一定是黑色 它就是一个空枪只要有一个小洞 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光线经过这个小洞以后 它要再从这个洞逃出来的机会几乎是零了 换句话说 它进去的光线在这里面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在反射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空枪叫做黑体 它就是完全的吸收体就叫黑体 那这个洞就叫做黑体 不是这个物体 是这个洞叫黑体 OK 所以这个洞是完全的吸收的情况 那这个黑体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好处呢 我如果把黑体 黑体的那个这个radiation出来的光线 也就是说一个黑体 那我把它加热到一个温度以后 它所放射出来的光线 OK 现在不是光照这兴趣 这已经这个黑体加热到一个温度以后 那我们把它看这个放射出来的光线 它有不同的坡长 那这个坡长 这个不同的坡长我把它画出来的话 这横轴代表坡长 重轴代表它的这个强度 这是PATRON的这个辐射值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光线 它有不同的强度 而且呢 这个最大值的位置 会随着你的这个黑体的温度 然后会shift OK 它的温度越高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最大值越往 lambda越小的地方shift OK 这个lambda的值会越往 所以其实黑体无色 你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耳闻腔可以侦测到温度 你身体是几度 因为本身我们也是一个辐射体 对 那我们的 我们人的辐射体 我们就把它 也一样有一个温度 也有一个raduation 那你就去看你的pick是在哪里 那你就知道对于你的温度 所以星球也一样的 星球有它的辐射 那你所以你把这个 你把它画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pick的值的话呢 跟你的温度其实是成黄比的 lambda跟t是成黄比 也就是说温度越高的时候 lambda越大 那是constant 那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实验的结果的话 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个pick的值啊 会lambda跟t是成黄比 那第二个部分是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就光这样子简单的实验 没有办法在实验上面做出来 但是理论上没有办法解释 那非常多的科学家希望知道说 这个曲线是怎么来的 那一般我们想象的光 它的能量都是连续分布的 所以连续分布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去做一些数学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不讲数学 量子物理过着是近代物理就会 你会发现说 你把所有energy 所有的能够辐射出来的能量 然后把它通通散起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说 它是这样子的一条曲线 它跟我们这个实验的曲线 差别非常大 除了lambda很大的情况之下 蛮接近的 那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人可以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那这个黑体辐射就放了很久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 那一个德国的科学家 德国人是很无谋的 很挑剔很严谨的 所以他们的工业非常 就是那个精密工业非常好 那他就去做了一个事情 他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说 假设我这里面辐射出来的energy 不是连续分布 它是一个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是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他能够辐射出来的这个光线呢 是这个能量的整数倍 那这个值呢 是某一个值 他不知道是多少 那这个概念呢 跟原来 他是连续的 但是现在 他告诉你 这个值是 所以 这两个观念 就完全是 如果是古典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任何的能量 他可能都可以发生 你这边是连续分布 但是 这个continual的部分的话呢 你只能是某一个能量的整数倍而已 他不是连续的情况 他告诉你这样子以后的话呢 那 他就去把它做 这个 很简单的数学 把它积分起来一下的话 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把观念上面 从这个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变成 这个原来 discrete 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 discrete 就是 很明确的 这个discrete distribution的时候 那 他就可以得到 跟实验一样的 结果 为什么能量要 discrete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挑战 同样没有人提出来说 能量要 discrete discrete 那德国人呢 这 普朗克 更是骨膜 因为 他知道 他虽然已经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他不敢对外发表 因为他发现说 万一讲错就很麻烦 因为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 跟以前过去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 我们 在物理上面 我们说这是一个一个的能量包 这个能量包呢 是含某一个 这个能量值的整数倍 那这个能量值是多少呢 他造数你说它是等于Hμ 那μ的话呢就是C over lambda 如果光线的话 那H是什么东西 没来由的一个常数 没来由的一个常数 我们现在叫它 普朗克常数 那到底普朗克常数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 推推推推推推什么东西 推完以后就是这个值就是普朗克的值 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还是存在在这里 也许你在探讨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看这普朗克常数 跟什么东西有关 那这个东西是 普朗克第一个 对黑体辐射 提出来了能量要量子化的观念 能量要量子化 那这个概念就开启了 非常这个整个近代物理的大门 那为什么我们近代物理又叫做量子物理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量子这个概念上面 那量子的概念就是因为 这个energy是discrete distribution 所以为什么近代物理又叫量子物理 近代物理其实是包含两个 一个就是量子物理 一个就是相对论 但是量子 这个物理这件事情的话 爱因斯坦他还是 到死的时候 他还是不太愿意 接受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他说上级不会跟你玩骰子游戏 所以这个是一个 普朗克的 这个黑体辐射的部分 那这个黑体辐射的部分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 第二个概念呢 是爱因斯坦他用光电效应去拿到这个 这个诺贝尔奖的部分 那光电效应的部分的话呢 他给了一个蛮大的information 光电效应是什么 光电效应就是说 有一个阴极射线管 那这个阴极射线管呢 当然是有一个 这个阳极 对不起阳极在这里 阴极在这边 然后阴极有灯斯 灯斯加热以后的话呢 就电子会跑出来 OK 那基本上面的话 这是加热的时候 电子会跑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阴极射线管里面 那个光电管 我们把它改装一下 叫光电管 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我把光照射在这个 这个不是湿级的哦 是在阴极上面 那阴极板 那我把光照射在阴极板上面 我会看到阴极上面 会有电子跑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会形成一个光电流 OK 那这个光电流呢 并不是无穷 这个 这个无穷 不管你光的强度多少 这无穷大的产生 我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光电流啊 这光电流的部分的话呢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就是说光啊 照射在这个阴极板以后 然后电子跑出来的时候 电子是朝这个阳极的地方跑 但是如果把这边的正就是负 反过来 仿三向的时候的话呢 那电子就不跑过来 也就是这个 当我的仿向电压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电流就会下降为例 那如果是我加的是正向电压的话 那我会发现说 光电流是一定的 OK 那光电流一定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我把我的光啊 OK 改变它的强度 我所有的光改变强度的时候的话呢 那到底它的光电流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不同的这个光线 就是它的光的intensity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得到的光电流是不同的 OK 那换句话说 越强的光的时候 它的电流是越强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你要阻止电子不跑到阳极的这个端电压 就是反向的电压是一样的 那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代表的就是说 每一颗射出来的电子啊 它所具备的能量 你要阻止它到阳极的时候 这个反向电压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这个电子光照射以后给电子的能量是 不管你的强度是多少 光的强度是多少 它其实是能量一样 那光的强度只改变了电流的大小 那代表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它射出来的电子的数目 而不是改变它的电子的能量 OK 这是很重要的啊 那这个就跟我们当时在讲古典物理的时候 我们说强度是跟电厂的平方成比例 对不对 那电厂又是跟什么 电厂我们平常都会讲说 它XT 那它是有一个最大值 然后Sine的Omega T 加上什么白角的部分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你的ampitude 对不对 电厂的政府 对不对 那既然它是政府的部分的话 那政府的话跟电厂的政府是一样的话 那强度 这个光的强度跟政府是平方成比例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你在这里的话 进来不管强度多寡的话 它并没有使电子的能量增加 换句话说 你进来不同样强度的光 并没有把它的电厂提高 这也跟古典不一样的 所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 换句话讲 在这里面已经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了 就是一个就是说 其实光电效益 这个是完全用波动的观点来看待电子波动 但是它并在这里面 并不是用波动的观点来看待它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 只是我比较多的光紫色给了这个阴极 然后把它电子打出来 所以光电效益最重要的一点是 给了光的粒子性 OK 换句话说 我每一个光 我都有强同样的能量 这个能量给电子了 电子不管你的强度是多少 只不过光的强度 在对应的就是我的光子数比较多 并不代表我的能量比较强 那每一个光 每一个光的光子 它的能量 其实是跟频率相关 爱因斯坦告诉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光电效益里面 光没有办法用波动性来决释 它是粒子性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这个光电效益里面也有一个 这个是为了要它的阻挡电压 我们就不讲它了 所以你现在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是 光你本来是它有干涉绕色 你认为它是波动性 你现在光电效益 你根本没办法用波动性解释它 那你会发现光这个东西 哇 它很麻烦啊 它到底是波 还是粒子 OK 这是在当时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如果你是波 那你一定就可以看到绕色图形 那如果你是粒子 OK 你就可以 粒子是碰撞啊 就一个粒 particle 碰到另外一个particle 符合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等等 所以到底这个 光的波动性跟粒子性 我们刚刚在提的波动粒子性 这两个部分是光特有的 还是所有的物质都有这种特性 可不可以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坡吗 你可不可以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坡 可不可以 你现在就是一个坡啊 OK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老师你问我这个问题 实在是很 太抽象了 因为为什么 我明明就是好好 我跟从学相撞 我一定是撞在一起 就是跟两个球一样这样撞啊 对不对 我也不会跟它产生一个干涩烙色 那我说 很容易 也不一定啊 你问 你问 看一下 比如说 中子 中子 那部分就是一个particle 对不对 那 所以呢 中子 你会想象它可以做出干涩烙色的实验吗 这就是实验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是1991年才做出来 所以 对 1990年就在谈论的问题 1991年把neutron的烙色图形把它做出来 那你看到的 你看 很漂亮的一个 的烙色图形 所以 particle 它是有wave的性质 你也一样 有同学就要抖一抖 自己是for了 好 你自己是for 所以 也许你跟 所以有时候我会常常讲说读物理的时候 嗯 那 那 你跟某一个人是比较心灵契合的 那你们可以有 这个 这个什么 共鸣 嗯 你的频率跟他的频率是比较相近的 那实际上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neutral frequency 是确实的 我们可能常常会做一个心电感应的实验 现在没有 拿一根这个 线 然后 弄一个小东西掉在这里 你们有做过那个练力的实验吗 嗯 然后我就可以让他跟着我一起 我要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走 哎 我好像办公室有这个我等一下上去拿 做给你们看 啊 白对对对 啊你们叫白的物理 有吗 有做过吗 啊 什么 你们都做过对不对 有什么结窍 有什么结窍 没有结窍嘛 对不对 你第一个要做的时候绝对不能心言意嘛 你还在做这个实验还在想哪一个正妹比较漂亮 要怎么追 那你就永远做不起啊 因为你要很担心 那你的频率是完全 非常只有当于频率的时候 他就跟着你摆了 他摆的长度 就跟你的频率有关系 每一个摆不同长度的 OK 所以 你看 这个是high的 at 这个实验是也是1991年 OK OK 这两个实验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实验 看到他都有了这个干涉的一个现象产生 所以 粒子的波动性 跟光的粒子性 这两件事情 不是到1991年才撤出来 因为当时的话 他没有 没有 对这么小的一个particle来讲 他没有那个轨体那么大的 那么小的轨体 让他产生 产生这个pattern的部分 因为你们都知道那个d sinθ的n个lambda 那个d要很小很小 对不对 那 那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 好 你现在开始想象 你自己本身 你既是po 你也是粒子 你也是粒子 不是 光是光 不是 粒子是粒子 而是 你有双重性格 每一个粒子 每一个光 都有双重性格 但是什么时候 以 夏娃的性格产生 什么时候 亚当的性格产生 那就要看 研究的本质是什么 你想要让他 用什么方式来产生的部分 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particle 那 粒子的双重性 跟光的双重性 确认以后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 能量的量子化 那 跟这个 Einstein 对于这个 那个光电效应 告诉你们说 Energy 也是 也是一样一样 Hmu 来产生的时候 那 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那 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都真的有 量子化的现象呢 行星那太阳 我们也看不到量子化 能量拿来的量子化 对 其实不是看不到它 而是它那个 discrete太 就是那个 那个间隔啊 太密了 以至于你 你没有办法去测量到而已 那 我们一直想像说 原子的模型里面 你第一个被洗出来的就是 这个行星落太阳的模型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 原来是什么 葡萄干模型 就是仿正很多个 一块面包里面 好多葡萄干 正垫子里面 有非常多的负垫子 然后 就很多的模型被出来 那 这个是 你会看到的是 颜子模型 那这个是一个 行星落太阳的模型 那这个行星落太阳的 这个颜子模型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会被提出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 以清颜子来讲的话 它发射出来非常多的光谱 而这些光谱呢 这一群组的光谱是 红外的 就爱这个可见光谱 那这个可见光谱呢 并不是连续的 如果你去看 青颜子光谱 发射出来的光谱 看到青颜子给我们的光谱 不是连续存在 它是不同的波长 discrete的存在 那换句话说 青颜子发射出来的光谱 为什么是 discrete的存在 而不是连续光谱 表示有文章在里面 那个文章是 过去在古典力学里面 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的 所以科学家发现说 有很多想要转行的人就回来了 那有很多不是学物理的 也跑来看科物理的领域里面 但是不同的领域来看的时候 他们会带进去 有很多不同的思维 那常常现在要让你们 跨领域学习就是这样子 在物理上面 有很多都是跨领域学习 产生的火花激盪 才带进来的不同思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 你既然 要把这些discrete的光谱解释 那行星落太阳的模型 它本来 行星跟太阳 只要符合这个向心力 OK 就等于它的 向心力 就等于它的库轮作用力 那就OK 就稳定 对不对 万有引力 把它当向心力 就是地球 绕的太阳的模型 那问题是 如果那样子的模型的时候 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速度跟距离之间 我说 OK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 这个 地球 绕着太阳的轨道 那你这万有引力之间 r平方分之gmm 要等于r分之mv平方 那现在你把它变成原子 那万有引力这一项 就变成了这个 消互作用力 r平方分之 啊 这边q 这边1 就q1p OK 那它就等于r分之mv 那基本上面 我说 你不同的r的时候 跟不同的v 对应一下 匹配 你就会得出一组r跟v来啊 那不同的r跟v的时候 那energy的部分 就是等于 二分之一的 4pi 1 0 r分之 q1 q2 所以 能量也没有所谓的 不联系的情况 不同的rv 那就得出来 不同 但是 如果这样的时候 就不会有 这个 discrete的 这个space 闪出来 所以 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 东西是 我们 原来 的 古典力学里面的 机制没有 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里写的 2pi 是等于n个lamb OK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 代表的就是说 我 颜子 这个颜子盒 跟这个 电子之间的话呢 它们之间在这边互绕的部分的话 并不是所有的轨道 通通是存在的 那为什么不是所有轨道通通是存在的 因为既然我如果这个电子啊 本身是一个坡的话 那我这个坡的话呢 我电子的坡 那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了 好 我本身是一个坡 那 这个就是 我有一个坡啊 在这边绕 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 我没有一定的条件的时候 这边 在同一个位置上 坡峰跟坡骨干涉就会什么 比消掉了 那它就变成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 你必须 这个半径啊 一定要什么 有一定的值 所以 变成是 2πr就是 它的整个坡长 延周的周长 要等于n个lambda的时候 ok 那2πr是等于n个lambda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 这个 2πr等于n个lambda 在物理上面有一个非常专有的情况 专有名词 这个叫做 搅动量量子化 好 搅动量量子化 那为什么我要搅动量量子化呢 因为 你们都已经学过古典力学嘛 对不对 那 古典力学里面告诉你什么 一个particle 比mv的速度在运动 距离r的时候 它的momentum agual momentum 就是r 就是mv 所以 以这个行星绕太阳来讲的话 那它的搅动量是等于多少 就是mv 那它呢 是等于n个h bar 就是2πr等于n个lambda 那它跟它有什么关系 就是 我们说一个particle 它如果momentum是vt的 它所对异 这个particle的波长 就是h bar oflambda 那你把它带进来 就是2πr的n个lambda 就在这边 所以 这个就是搅动量量子化 所以 在氢原子的模型里面 poor引进来的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 它还是用 一个 行星绕太阳的古典模型 但是 它引进来一个搅动量量子化 这个搅动量量子化 却是后面 在物理学上面 在物理学上面 有几个守恒定律 一个是 动量守恒 你现在还统统没有 没有受到挑战 一个呢 能量守恒的部分 已经受到挑战了 因为 想象对论告诉你 能量跟质量是可以复翻 ok 所以它变成职能守恒 它不再是能量守恒 第三个 就是 搅动量量量子 搅动量守恒 搅动量守恒 到目前为止 在哪个领域里面 都还没有 说 哦这个不对了 所以 动量守恒 搅动量守恒 只能守恒 在这里面 所以搅动量量量子化的话 那守恒就是要量子化守恒 ok 不是连续的 它是什么 它是 H bar的整数 H跟H bar H bar是什么 H bar就是 普朗克常数出于2π 对 好 好 那 它告诉你这样子以后的话呢 就有一个有趣的事情产生了 它说 你现在行星到太阳这个模型 应用在青岩子里面 那它又要搅动量量子化 就变成它有不同的轨道 而这不同的轨道呢 所对应的能量 它其实是不一样 那它就有不同的能量 会产生出来 以外以土以水 那所谓的 这个 这些 这些光谱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些光谱啊 就是 从电子呢 从E1 从一个 Energy 跳到另外一个Energy 那你就发现说 我们的ΔE 就是E N-N-E 它跳下来 那它所放射出来的光 它所对应的频率 所以 这里面就对应告诉你了 这边有能量量子化的概念 换句话说 在这里面的能量啊 已经是量子化 它是N平方分之一 所以 你看到的每一条光谱都是discreet 而且 这个模型 解释了实验室里面的这些光谱 非常的perfect 每一个光谱所对应的频率是多少 或者是它的波长是多少 全部通通算出来 算出来的结果 我发现说 这是氢原子的光谱 固的13.6EV 这是你们必须要知道的 固的13.6EV 就是氢的游离能的部分 它要把一个电子 从基态 Ground state 把它要要牵到这个 FREE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它需要提供它13.6EV 的energy 所以13.6EV 所以你会发现说 哦 原来氢原子的能阶 它已经不是continual 它是discreet 而且它是N平方分之一 这是氢原子波形 给了这个近代物理里面 一个 前前后后那么多的大观念 跑出来以后 终于有一个模型 是依照能量量子化 小动量量子化 给的出来的东西 是完全吻合 好像冰图一样 冰一冰 发现说 这些讲的都是对的 那这个模型 正确以后的时候的话 其实这张投影片要在前面 OK 这张投影片应该要放在前面 这个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物质 那它它所一个particle的那个 这个波的性质的话 它所对应的波是多少 它的波的话就是 λ 的话呢 就是 2π h bar 除以P 我们平常是 P OK 对不起 OK 所以你看到 momentum本身 momentum本身是什么 momentum本身是一个动能 什么东西有动能 就是particle lambda本身是一个wave 所以particle跟wave之间的连续关系 就依照deploy这个关系 把它连贯起来 那也许你不相信deploy本身 它本来不是物理学家 它是学生物的 这个投影片放的位置 好 那这些东西 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是 uncertain principle 你已经知道一个物质 又是particle的特性 又是wave的特性 那我刚刚跟你讲说 你既要测量particle 你就看不到wave 你要测量wave 你就看不到particle 它不能 它是同时在你的身上 但是它不能同时测量 换句话说 你是有双重人格的特性 但是你表现夏娃的时候 你不会表现亚丹 你表现亚丹特性的时候 你的夏娃特性就被压制住 那怎样吧 知道说你表现wave特性的时候 你的particle特性被压制住 跟你的particle特性的时候 你的这个wave的特性被压制住呢 那就是这个不确定原理 那不确定原理是什么 不确定原理它是代表的 就是说 当我要测量一个particle 你坐在这里 我好好的测量 好 你在东京几度 北京几度 测好了以后 DNS是不是很小 对不对 就是说非常准确的测到你的距离 位置的时候 这个呢 很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测到 我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测到你的wave 你的momentum 你觉得ΔS很小的时候 ΔP要很大 那ΔP是什么 就是你的momentum的不确定性很大 momentum的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 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很多个不同的wave来叠加起来的 所以基本上面 你现在已经不能用什么 你已经不能用你单一种思维去思考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一个particle在这个地方 那它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 那它基本上是一连串的wave 然后呢 它在这个位置上面让你测得到 它是一个破包 OK 换句话说 你的ΔS很小的时候 ΔP就很大 那ΔP很大的意思就是你的wave很大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我们的P跟lambda的关系 P很大的时候就是lambda很小 OK 那你的ΔP非常非常的大 换句话 你知道你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测量你的momentum 你知道你的momentum很大的时候 你的很精确的测量你的momentum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测量到你的位置 所以position跟momentum这两件事情是什么 是你知道A的时候 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测量到 那有同学会问说 那能不能两个一起测量到 不行 他就是没办法 那为什么没办法呢 就是物理学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每个学生包含我自己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会卡住 因为近代物理有一个uncertain principle 在这里把你卡住 他告诉你有很多东西 又告诉你discreet的 非常精确的 但是一样的他告诉你的 很多是你没办法原先想象得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需要接下来的东西 也就是一样的委员